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款新的纯燃油车型 凯迪拉克CT5 这台车的外观和内饰都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我们边看边聊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CT5的热度现在没有那么高 但其实这台车在现在的新能源大势冲击之下 依旧是可以取得一个月销过万的成绩 说明还是有不少朋友会来关注和购买这台车的 所以大家来看一看新款的一些变化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是这台车的一个基础定位 还是中型豪华运动轿车 是一个后驱的平台 同时这台车的车长超过4米9 轴距超过2米9 而且它跟很多引入国内的这种后驱豪华车不一样的是 它并没有做家常轴距的处理 它是原汁原味就这么大 那好处主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视觉效果看上去会更加的自然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运动性操控性会保持得更好 那么前脸的外观设计区别 主要是在于进气格山和灯组的细节变化上 可以说它还是维持住了凯迪拉克数项的灯组 加上钻石切割这两个最典型的元素 不过从细节处的一些小特征来讲 它还是往现在的凯迪拉克最新的车型去靠了一靠 它的车轮是19英寸 我觉得以它的车身尺寸来说 配上18英寸就可以说是赫格 那19英寸就是会更有运动感 视觉效果会更棒 而且它的轮圈造型也是比较偏运动化的 颜色很深 服条不算很粗 里面的卡钳的尺寸也是比较大 所以整个车轮件的这种运动效果还是很好 我们看到的这台展车叫做逐日金的配色 是一个新款配色 它也是之前V系列上才有的 但今天在一个影棚里面可能光很匀啊 打上去说它的视觉效果并没有那么突出 据说在阳光下会显得要更有质感一点 而这台车的整个侧面的姿态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后驱车 车头会比较长 前轮到车门之间是留有一段距离的 同时整台车呢是一个比较逼趴一点的姿态 向前俯冲的这种运动感也会体现的要比较明显一点 往后呢我们看到这台车的车尾 其实和老款相比变化就不会特别的大了 它的灯组还是维持着之前的样式 那下面的排气呢也还是一个比较粗壮和运动的感觉 比较符合这台车美系的一个定位啊 OK我们去车内看一眼 来到内饰部分 这台车的整体配色是以深色为主的深浅配 而点缀了一些红色 红色体现在两个部分 一个是缝线用的是红的 还有一个就是碳纤维试板里面 有一些深红色的点缀 所以整台车的内饰风格还是一个很典型的运动风 而且怕深色占比太多会让你觉得压抑 所以点缀了一部分的白色 整体出来的效果觉得还不错 至少比装一些木纹试板 我觉得要更配这台车的气质 而它的整体设计是明显区别于 现在大家看惯了的那些新势力的 行动员车型的 它并不是极简样式 有非常多的传统物理按键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审美大概不一样 但仅从使用上来说 我还是坚持认为 一些常用的功能 保留一些按键 其实对日常开车用来讲 是比较便利的一件事情 它的车机主要是在前面 一块双联屏 分别是仪表和车机 那它的车机并不是一个现在的新势力 普遍会用的一个超大的屏幕 所以视觉效果看上去也许没有那么夸张 但它是一个基于安卓的系统 所以除了车辆设置 导航娱乐这些技术功能之外 它也支持装第三方的应用 它也可以和智能家居去互联 所以说功能点上 它还是一切都OK的 那配置点 这台车我看到了有座椅通风 加热方盘 加热抬头显示等等 按常理推测 这一定是一辆高配或者接近顶配的车型了 但具体的售价还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去聊配置和价格的一个性价比 前排的空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坐姿 各部分都是很自然 这台车因为是一个偏运动的车型 所以有一点我要讲一下 就是坐姿是否能坐得很低 我现在座椅其实已经调到了最低 我把这边的门开一下 还是能很轻松就摸到地面的 一个运动车坐得够低 才有谈运动的前提 OK 那现在我们就去第二排看一下 CT5这台车的特点和优势 其实一直都不在空间和使用性上 我们来看到它的后排的整体的乘坐空间 其实就是刚刚够用的一个水平 前面的腿部空间也不会特别宽敞 一拳四指 中间位置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凸起 同时它后面的后备箱主体空间 其实也不算特别的大 主要是宽度不算很宽 虽然也有储物格 也有盖板下的储物暗格 不过如果是前面的座椅放倒之后 那个通道之间会有一个阶梯 而且通道也不算很大了 所以总体的一个空间使用性 我觉得就是勉强过得去 亮点我找到了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我是一个 我家小孩比较小 所以我用安全座椅 它的安全座椅接口 是这种有一个小盖子的形式 这样拆装会比较方便 那么第二个亮点 就是它用了AKG的音响 这是在舒适享乐 这一部分的一个亮点 那么这台车 既然它的整个技能点 没有点在空间使用这部分 那么它是点在哪里了 就是运动性的这一部分 这台车 它还是用的2.0T螺林载发动机 配10AT的动力 官方的加速是可以到7.3秒 同时是一个纯后驱的传动形式 而且是前50后50的一个重量分配 后下还有MLSD的限滑超速器 同时还有MRC的电子悬架 再加上有PS4S的运动轮胎 再加上Brembo的制动套件 可以说这台车 在它所处的这个级别 在运动性方面下的功夫和成本 已经是超过其他的车型了 因为现在纯燃油的新车 本身就不是很多件 那么纯燃油新车 还这么注重运动性的 可以说独此一家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老旧燃油爱好者 同时又比较注重操控性 想让自己开的爽 那么这台车就会非常的适合你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一个静态的简单的了解 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徐超 拜拜